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苏芳怡 这里给大家继续介绍 Communicative Approach Speaking Activity 就是提供大家一些课堂上可以使用的一些活动 这里将会介绍 为什么设计说话的活动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介绍一些课堂上练习说话的活动 第三,除了课堂说话的活动以外 我们能不能用一些数位工具来帮助我们的学生练习说话 为什么设计说话的活动练习说话技巧如此重要呢? 道理很简单 任何一位学习外国语言的人或是学生 他们都希望他们到了这个国家 比如说我学习中文 我到了中国 不要如何与人沟通 这是一般说来 学习外国语言的学生们最希望能够知道的 在这张slide里面 我列出了一些challenges 也就是我在上课的时候碰到了一些难点 好,第一个难点 就是我的课人数很多 一般说来平均是35位到40位 那我如何来带领他们呢? 我只有一位老师 是无法跟35位学生 一对一的练习 那我的解决的方式就是利用小组 第二 我的班上有三四十位学生 那他们的程度不尽相同 好,甚至有一些是已经学过中文的 有一些是完全没有学过中文的 那我如何让他们练习呢? 好,我用的还是一样分成小组 好,分成小组以后 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练习的机会 第三 classroom time 我的课程有的时候是早上八点 有的时候是晚上八点 有的时候是下午三四点 昏昏欲睡的时候 那我怎么让他们能够集中注意力呢? 那我常常就是让还是一样分组练习 让他们可以在教室里稍微走动一下 不会一下子就觉得好像很 马上要昏昏入睡了 好 第四 我的学生都很忙 好,我相信大家的学生也是 好 那我还有一些是在工作的成人 那他们都很忙 你给他的东西有的时候 他们回家也没有办法练习 所以我希望他们在教室里面 能够先练习一次两次 好,第五 中文基本上是一个 还是比较难学的外国语言 所以我需要把一篇课文 我把它分成小小的段落 那我分成小小的段落以后 我再让学生分组去联习 好,这是我在课堂上里面 使用的一些小小的技巧 好,在右边我也使用很多technology 比如说网路上的资料 来帮助学生联系 好,在这张的换灯片里 我要谈的是input和output input,language input 基本上指的是老师在上课里教的材料 那output基本上我们当老师 希望看到的output 通常是希望学生考生字的时候 可以考一百分 考其中考的时候可以考一百分 好,可是在communicative approach里面 我希望看到学生的output有三种 好,我希望他能够介绍自己 我希望他能够跟别人沟通 我希望他能够介绍一样东西 或是一个概念 好,那从input到output中间 我们需要给学生非常多的联系 好,帮助学生达到 他在沟通 在练习这个语言当中达到的目的 希望他能够在这个练习当中 获得这个语言 这张slide是一张小小的mind master 好,那speaking activity在左上角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说话的练习 说话的活动里面呢 我最常使用的方式是 沟通式的教学方式 沟通式教学法的教室里 教师不是中心 好,学习的中心 教室里面最重要的人是我们的学生 好,以教师为中心的课程 往往让学生无事可做 可是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 好,我们希望看到的学生是 右边这一群学生 他们在一个团体里面学习 而不是左边这张图片 学生坐着听老师上课 然后就昏昏欲睡 或觉得很无聊 好,不知道各位老师有没有上过瑜伽课 好,这张图片里面有这位学习瑜伽 他可以做倒立 好,做这个相当高难度的动作 好,今天我们的学生到我们教室里面来 好,你可以想象 当我们马上要他做出高难度的动作的时候 好,他会觉得相当的不容易 也甚至他会退缩 好,所以中间guided practice 就是老师的工作 我们怎么样去引导学生 让他可以达到这样的高难度的动作 沟通是教学法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看到学生的产出 也就是他的production 好,学生怎么能够运用他的语言 所以老师在设计教案的时候 要朝这个方向去走 第一个要介绍的是字卡 使用字卡我们可以做相当相当多的活动 字卡不仅仅是练习声词拼音或是练习背诵字的含义 其实灵活的去运用字卡 你会发现字卡可以带给我们带来非常非常多的课堂上的活动 好,那比如说A 那最多老师使用的就是用字卡去练习配对 好,中文字配拼音或是中文字配英文 好,第二个 我,呃,speaking cards 有的时候我使用字卡让学生练习 比如说translations 比如说我把英文写在上面让他们翻译 那因为他是用说的不是用写的 好,所以在同样一个分钟的时间里 他要去想要怎么去说 而不是去想怎么去写 好,C,sentence matching 那有的时候我让学生也使用字卡来练习drills 练习一些文法的句型 好,比如说我们只给他为什么 我只给他谁 然后他看到这个字卡他要去照句子 好,他要自己去照句子 好,第一,test card 当学生经过ABC的练习之后 也就是他对这个课程有一个基础的了解以后 老师就要开始给他一些situation conversation的card 好,比如说这张卡要写 你怎么到邮局去买邮票 你怎么问一张邮票多少钱 好,这样子的task 或是说请你跟老师借一本书 好,在这样子的test下面 你要怎么,你要去怎么去执行 你要说什么,哪一些语言 好,那用字卡最大的好处就是 因为我们分成小组 两个两个练习 学生一定要说话 好,如果我们给的是worksheet 好,只有老师在说话 老师在念 好,也许学生要选择作答 好,那是另外一种练习 不过使用字卡 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 学生一定要发出声音来 也经过发出声音来 他才能听到自己的声音 老师在这个时候 就要走到学生的桌子旁边去 听一听学生的发音 好,这个时候就要悄悄的 如果需要纠正的时候 就要悄悄的跟他说 也不用说他说错 基本上我的做法是 我听学生的发音之后 我会再念一次给他听 让他听到我的发音 好,这样他不知不觉当中 他就可以自己纠正自己 好,interview activity 好,这样的activity 通常在学习某些句型以后 比如说这一课我们学习 是谁、什么、在哪儿 这些句子 希望学生能够灵活的运用 那我会发给学生半张纸的卡 好,请他们站起来 好,到教室里去问别人 当然第一件事就是问你叫什么名字 好,然后再问几下的这些问题 那这个的好处是 学生他就要主动的去练习 好,老师也可以做spark check 就是我走到这里听听比他 有时候我会抓住几个 他说话能力比较差的学生 我会跟他做练习 那如果程度比较好的学生 他就自己会练习 好,学生常常经过这样的interview 有的时候会觉得 诶,我都知道了 他们有时候 老师我都知道答案了 为什么我还要去做这个联系 好,那时候就给他换一个活动 比如说我给他们每个人拍一个角色 让他要去interview 好,比如说你是姚明 我给他一张纸 上面有姚明的生年月日 住在哪里几个孩子等等 好,那我也许可以给他一个悠悠骂 好,那给他不同的人的名字 上面有他的 住在哪里 他是哪一国人 好,一些基本资料以后 学生他就可以去interview别人 好,那这样子也会 在活动上增添一点变化 好,接下来的活动 我们可以做survey activity 好,同样也是做矩形的练习 但是我们可以加上一些变化 好,那这个例子里面用的是过 好,过的用法 也是你去过哪里 你吃过什么 你喝过什么 好,那我有的时候会加上一些学生 他们去过,比如说去过中国 我就会问他有没有吃过臭豆腐 去过台湾的夜市 有没有喝过烧仙草这些 好,那不知不觉当中 因为在介绍这个活动的时候 也可以带入一些小小的文化 好,有趣的东西 好,接下来这个活动是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你让学生自由地去练习的时候 好像有那么一两个学生躲在角落 也不太愿意 也不太主动 好,所以我就又 这个时候呢 前面的练习几次以后 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练习 好,那这个练习的好处是 学生一定要说话 他们可以做 假如桌子是长的 学生可以站在桌子的两侧 一个对一个 那每隔30秒的时候 我会摇铃 学生就会往前走一步 有的人往左 有的人往右 那这样子他们就可以换人练习 好,那通通这个时候 他们手上也有一些 也有一个interview的戏 那练习的两三个人以后 我会要求学生把这张纸丢掉 放在桌子上 好,不要去看 因为问题他们应该问了 好,这时候我会给他们 一分钟的时间自由交谈 那他们这个活动的目的 就是强迫每个学生都要开口 相信每一位老师都做过很多的PPT 好,这里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 我们在做PPT的时候 好,要想想怎么让学生也能够参与 好,黄文网上有很多PPT的游戏 好,那这里我就很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在课堂上使用一个叫Jeopardy的game 那Jeopardy的game主要是 好,那我们在课堂上使用一个叫Jeopardy的game主要帮助 我们在课堂上使用一个叫Jeopardy的game主要帮助